我們做的嘛像這個黃色的區域有沒有也是我剛剛錄製下來的有沒有 所以很多地方 其實所有城市設計裡面大概只有VBA可以錄製聚集的 我還沒看過有那個程式語言可以錄製的 錄下來可以程式碼還可以RAW的 是還蠻不錯的 考量到一般人並不是工程師吧 不是工程師你叫他要把程式寫出來 這是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 聚集這個錄製聚集對於一般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很棒的一個 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功能 因為你沒有的時候沒關係你就先錄 錄了之後你再思考說哪一些在把它做修改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一段黃色的區域是我錄下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地方從1到這裡面的1到多少 1到8有沒有 基本上也是錄製的 只是增加了哪一些呢 只是增加這個 這個而已 就是把名稱放上去 然後offset 這個也是offset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幾個是 增加上去 再來把它加一個for回圈 把它框起來 因為我會有 123月 所以123月是重複的動作 所以重複的動作裡面就是跑一個回圈 如果你12個月的話有沒有 就變成for也是一樣 for I 等於 看你去的點抗的有幾個 減1嘛 或者年報表 最後看要減幾個嘛 減幾個不要的 然後到它怎麼 重複一直跑一直跑 他們基本的動作就是做什麼 就是做 選取 複製 切到那邊 貼上 移到最下面 再移一行 有沒有 再給它一個名稱 再回去 第二個 再一樣的動作 第3個 第4個 等於是一個重複的動作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 各位要熟悉 慢慢熟悉 這個如何錄製聚齊 第2部的話 就是修改聚齊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慢慢的 可以多一點點 自己的程式在裡面 所以不是說 都無中 但是這個部分 實際上 真的是需要 要花一點點時間 真的不是說很快的 就可以上手 OK 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 錄下來的東西 其實有個問題存在 就是 我們最後怎麼樣呢 DG的上面 怎麼樣 少了什麼呢 少了那個 少了那個 那個 藍位名稱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補救呢 沒關係嘛 錄嘛 錄了之後怎麼樣呢 再把它放到程式的 正確位置上面 那可是問題 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問題 這邊1月已經在了 怎麼辦 沒有關係 加一個什麼 Offset就好了 先放藍位對不對 然後再增加一行 讓它Offset下來嘛 1月不就放在下面了嗎 對不對 所以 等一下 各位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 可以盡量說 我們這個課程不是 要你們 硬是 是 是 好